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塔架还想强杀 看下太坏的大招 没有能够击飞在塔下的人 不过鳄鱼还是很让A的下塔 这一波提尔亚 攻回来 那这一波交了个死亡闪现 Slay应该也没办法活了 这死亡秒表啊 这个时候GM最后的机会了 大头带着一个小口子还是挺强的 但是大头 这一攻被炮台给挡了 这波大头炮台放得好啊 但是这一波怎么说 鳄鱼现在里面剩给了个大 但是后排被隔开了 李伟祥冲击区 一个人切两个 Zin在原地一个秒秒 只剩就死了 先等下 我们看这一波好吧 Crisp可能马上就要受到死亡的召唤 在这一波抬了下来之后 后续一个大招 哎 这边所有人怎么分开目标了 这个刘其松还没有死 另外走的是惊动 这就是为什么他上一波不敢分散火力的原因 这一波石头人 直接打过后排大齐两个 一阵排三个 配合这一阵有收获雙击 另外一兄弟鳄鱼还在对方家里想拿二塔 后来发现后院失火 情况不对 要强开 LT飞谁 飞到人形当中 直接船长大招落下 大招又炸毁了这边LT LT直接被描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后续克裂下马之后 也是抵挡不住方普拉斯众人的围殴 还剩下最终的鳄鱼一勾拉了出来 把他从生命的希望边缘 拉近了死亡的边缘 这样我们就勾起方普拉斯了